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8个交易日无法收于1500上方 面对如今表现挣扎的金价 多头已萌生退役 未来这段时间空头会成功掌控市场大局吗 那如何来分析目前的市场情绪 近期的市场该怎么去看 一些主要品种的趋势如何认定 如何把握更多的一个交集会 本期节目我们将和国家黄金策略分析师曹向阳老师来探讨一下 好的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分析师曹向阳 今天是2019年10月23日早上的9点时分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原油两大走势的一个发展 首先我们看一下黄金 那么我们看黄金之前呢 回过头来看一下昨日前日 也就是本周初两天时间黄金的一个走势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天时间黄金基本是处于一个1490上下 1480上方的这样一个整理运行 波幅的区间很小 能够实现交易的点位也是非常有限 尤其是昨日盘装 价格是维持在1490的下方一直整理 那么晚间盘受到一个消息的冲击是最低 盘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最低呢 是触及到了一个1482 也就是1483美元下方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启蒙之后呢 价格走出了一个反弹 今天早上的价格在昨夜 启蒙的一个基础上呢 最高是触及到了一个1490美元 那么1490美元又有所成样 可以看得出今两日 包括今天到现在为止呢 价格依旧呢是维持在这样一个震盪的区间里 游走用情 能够交易的空间是极其有限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呢 一方面是在整理叙事 一方面呢是整理的一个指引 毫无疑问上涨呢是乏力的 下跌呢也是无力的 那么此时陷入震盪整理也是非常正常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大周期级别来看 尤其是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 今天呢是维持在这样一个下行的轨道之内 尤其是之前的一个1556这样的一个高位确认之后呢 那么回撤下方1330这样一个阻力 这两个位置呢形成了包括1550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1550形成了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压力 那么导致金价金价呢就维持在这样一个走势区间之内 用行震盪可以说是震盪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下行通道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形态之上呢 价格呢又有又有此前的一个14361435的支撑 包括1480的支撑形成了一个上行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呢金价是维持在这样一个震盪区间 用行突破的时候是需要消息面的一个指引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也是可以预期到的是 它往哪一个方向来发展 这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我们单从技术上技术面上来看 那么金价在长时间用行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下方1480的支撑是有效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1480的支撑是有效的 如果说1480的支撑没有效的话 那么昨天晚上下货位延伸可能就要到1470 甚至说1460去了 但是昨天晚上在震荡走低之后 通口放量释放出一定的能量之后呢 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突破 进而其中形成了一个反弹 那么昨日盘中 包括此前一日盘中价格在维持慢跌的过程当中 没有形成一个货位 最主要的是由于消息面的一个指引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星期 尤其是在上个星期六的盘中呢 大家所期待 市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 以公布达成协议之后呢 是在上周六要举行一个投销协议 因为这也是近37年以来 英国议会首次在周六举行议会 举行会议 那么此时的重要性 不以言表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英国议会突然宣布取消了这样一个 京城市场 包括众多投资者 都是大失所望 那么延伸到今天 也就是延伸到本周初的时候呢 英国议会下议院长呢 否决了首相所提交 所与欧盟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 所以脱欧的协议呢 是一再延后 市场的不确定性 市场的风险性是一再增加 是一再增加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 英方议会对于这样的脱欧 重大的协议呢 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个 一致的 很难达成一致的 那么很难达成一致 是脱欧协议进程一拖再拖 就给予市场增加了 无形的一个风险 增加风险之后 市场的避险情绪提升 并就会影响提振黄金的这样一个发展 这也是在长时间的震荡过程呢 黄金没有很好的形成 下跌 看似弱势 实质下跌呢 难以扩展空间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原因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 我们当下就以1480美元为支撑 1480美元为支撑 也是可以当1480来作为一个多空 风水顶的这样一个位置来对待 来对待 尤其是昨日盘中价格下行 触地1482 1483的时候起勿拉升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与低位去追空 显然是不合理的除非1480支撑在短期之内 能够形成有效的破位 那么反弹之上我们再进行一个跟随 开始合理的 否则我们还要在这个位置之上呢 看一个反弹 也就是看一个震荡走势 那么今天早盘 今天白盘时间阶段呢 我个人认为黄金价在昨日盘下行触地的技术上 没有很好的 别否则 今天早盘形成了一个拉升 第一个证明1480支撑是有效的 第一个证明1480支撑是有效的 同时昨日支撑1482 1480的区域支撑是有效的 那么往上延伸来看 价格由于下行趋势线的一个阻挡 同时消息面没有很好的来提振 那么短期之内也不能看到 趋势不能看得过大 所以呢 往上延伸的话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1495 再高一点的话 就是1500关口的这样一个位置 顶多就可能看到1500就可以了 那除非说有重大的消息面来指引 那么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的往上延伸来看 所以经济白环时间 我个人建议黄金就以1480为低 为支撑 往上行看1495 1500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就以1480为支撑 保护位为多空风水 如果说1480这个位置有效的跌破位 那么反弹至1483 1485的区间 可以反手做空 那么再看1476这样的一个点 当然白环时间但下行接风率的这个概率很小 很小 那么我们就以1480为支撑进行 看场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黄金的一个简单的解析 那我们再来说